都知道假面骑士是守护正义的英雄人物 但这个得了红眼病的精神小伙 却在成为骑士后 上街殴打起维护秩序的警察 事后竟然还对自己的暴力行为没有任何印象 为什么梁太阳这个初见怪人 都要当场昏厥的怂炮 成了动手打人的不良少年 几个小时前 梁太阳在推车回家的路上 被一名意外出现的路人撞飞 直接连车带人滚下台阶 当场昏睡了过去 仔细一看 碰瓷的这位不是山神希德吗 想不到早期出道的希德竟是个因为偷钱 而被黑帮追杀的该溜子 也难怪后来当上了假面骑士 还要被假总整治 然而梁太阳体内的陶塔罗斯 可不管希德是什么来头 听到有人想搞事情 他立刻就跑出来夺手了梁太阳的身体 并通过把黑帮小弟掉到墙上的友好方式 像眼前的恶贵们发起了决斗邀请 没过多久 黑帮团伙就被陶子爱个放倒 见到警察过来抓人 他甚至准备上去开始第二回合 幸好希德察觉情况不妙 上来将陶子拉走 良人这才没落到个进局子吃猪拍饭的地步 但只和几个小婚婚过招 明显是满足不了陶子的胜负欲 于是在回家路上 遇到其他警察追捕的陶子 才会抄起酒瓶给对方的脑袋开个光 此时女主叶奈发现了陶子的行踪 及时将他召回到电车 留下解除附身的梁太阳一人 独自面对眼前的尴尬情况 好在一分钟后 电车即将在此驶过 梁太阳打开附近的任意门 坐上车躲过了危机 本来以为今天的倒霉运差不多 就该结束了 但事实证明一下才刚刚开始 在梁太郎晚上回到家 准备躺平睡觉时 陶子再次附身到他体内 并出门前去与白天偶遇的西德会面 原来陶子听信了西德的一番舔狗发言 得知他要去抢黑帮的赃款 特地过来当别人的贴身保镖 当然他并不是图钱 只是要找两场架继续打个痛快 然而西德前脚刚潜入黑帮本部 燕来后脚就把陶子抓了个正着 正在二人争吵之际 陶子接一二叉就到了一魔神的踪迹 果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只变色龙翼魔神 这下陶子可就来劲了 直接贴脸上去忍潮热讽 惹着怪人当场炸毛挥出闪电五连边 可惜这套攻击全部母丹 于是陶子掏出电王腰带 准备变身成假面骑士开始大叉四方 既然是陶子在打的圣剑形态 那么开局就免不了互相飙歇无意识的拉击化 随后才进入正片环节 只见电王纵身一跃 在空中将电切猎者组合成大剑模式 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准一魔神的身体 进行着猛烈的平坎连击加顺批 战斗方式突出个干净利落 快准很猛 不过在电王准备释放必杀技时 一魔神却机智地利用隐身能力躲过了一劫 敌人逃走后 陶子才察觉到自己把掩护希德这事给忘了 本想跑去救场 可好巧不巧 梁太郎沉睡的意识在这时醒来 立刻把陶子赶出体内 而希德又因为偷钱被抓 遭到了黑帮的持续追杀 面对着满头大汉的两面包夹之势 梁太郎又是一脸懵逼的状态 只得趁几人不注意 赶紧拉着希德跑路 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梁太郎想要劝希德去警察局自首 但俗话说的好 偷东西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尝到了前头的希德明显不肯罢手 此时梁太郎注意到对手裤脚露出的杀力 这才明白希德已被一魔神附身 而刚才逃跑的变色龙一魔神 正好从旁边闪现过来 带走了希德 一波又一波意外接踵而至 使得胆小的梁太郎失去了变身的勇气 回到电车上后 梁太郎从桃子口中得知了希德的住址 准备过去寻找他的下落 但是因为桃子帮忙偷钱抢钱的行为 触犯了道德底线 他已经不再打算召唤桃子战斗了 虽然梁太郎已经第一时间下车去招人 但这依旧赶不上希德与一魔神的契约进度 前几天 希德曾在被一魔神附身时 许下了一个愿望 他要拥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金钱 于是一魔神走遍城市各个角落 通过烧瞎抢掠 为他囤了满满一屋子的万元钞票 而希德实现愿望的代价 就是要被一魔神剥夺自己过去的时间 当梁太阳与夜耐打开房门时 一魔神早已将希德一分为二 从他的身体穿越到了过去的世界 夜耐将骑士车票放于希德体内 通过独取记忆 得知一魔神穿越到了06年的3月15号 这一天 原本是希德所在的乐队 进行出道选拔赛的日子 但希德因为帮助迷路边迷路的小女孩 而错过了选拔的时间 乐队落选 就地解散 从此再不相见 所以他才想要靠金钱从组乐队出道 梁太阳没想到 这个该流子也有这样不为人知的过去 于是他也不再犹豫 在拿走夜耐的骑士车票后 立刻变身电王乐台形态 坐上电车穿越回了3月15日这天 只见一魔神正在利用希德的身体 不断破坏建筑和车辆 以此改变未来世界的历史 梁太阳本想冲上去制止一魔神的行动 但众所周知 乐台形态可以说是电王最弱的形态 既没有任何特殊能力 也没有多少体能提升 更别说制止别人行动 能保住小命就已经是烧香百佛了 此时夜耐已经修改历史 拯救了迷路的小女孩 帮助希德及时赶去参加选拔赛 即便如此 当他赶到现场时 梁太阳依族在遭受 因为魔神的单方面毒打 他并不是完全无法原谅桃子 而是一直在等他向自己说一声对不起 这情节 一辉和猪咪就是选你们的对吧 既然二人的心境合一 那么真正火力全开的战斗就从现在开始 前面其实是电王圣剑形态再度登场 在上一场战斗中 电王对战变色龙翼魔神 就已经是完全碾压之势 这次熟人碰面 翼魔神依旧毫不意外的 被试炼形态狂野的疯狗剑法再度压制 同时梁太阳与桃子早已知道 翼魔神拥有隐神逃命特殊技能 于是这次使用的全新必杀技 也不会再有任何打击面的破绽 战斗结束后 梁太阳与桃子回到列车内 他们从列车掌口中得知 希德虽然在夜耐的帮助下 其实参加了乐队拳八 但最后还是因为落拳解散了乐队 不同的是 这次他决定靠自己对音乐的热爱 继续努力下去 而不是通过强多牵台这种肮脏的手段 获得不属于自己的成功 有时时间正是因为这样逝去后 无法挽回才选得格外美好 下一集 新异魔神普塔罗斯 即将加入主角团 加冥时电王圣干群态即将登场 试着上我的勾吧